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去做规划 做任何事情 之前一定必须要做足准备 没有准备临时硬上去的话 除非你是天才 除非你很幸运 所以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开始的时候 就一定要开卷 一定要计划 这个计有计划 有规划有准备 这样的概念 它这篇叫史记篇 那你如果看内容的话 我给他下一个小标题 叫做纵览选举 顺者冰法是什么东西呢 西方人对顺者冰法 是非常的推崇 我们先来看一看 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冰法思想 是什么样的东西 他说 这个冰法是赢的最高境界 这个 是竞争策略的最高资产原则 这一节先看过去 我先看一下 天下是有没有法则 管理的法则 我们的管理圈 第一篇当时要学管理的法则 那孙子冰法是不是一些管理的法则呢 那当然是是的 那十三篇当中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 那最主要能用在哪边 用在呢 对一件事情从无道路 那有各个阶段 那只能去做一些规划 那么商人啊 做生意的人需不需要孙子冰法的智慧 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战国时期啊 有个商人叫白龟 那么他很有名的一个东西叫 自生之术 生啊 自生是什么意思 做生意的人 他是个商人 做生意的人呢 他强调 如果没有将军的气度 自不足以权变 永不足以决断 人不能与取 强不能有所守的话 这无法掌握自生之处 就不能在商场上 或成就大意 商场战场 大家都知道吧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叫做弩战场 表示要打仗 只是人家是用枪号来打仗 在商场上用什么来打仗 用什么 用钱啊 打钱 是钱是很重要的 有钱一定赢哦 有钱一定赢哦 有钱一定赢 那你白手请假 他没开始没钱 后来怎么变得有钱来的呢 是怎么样从没钱变有钱呢 又什么都去打仗啊 都要这样啊 你们在战国有没有想要创业 想创业的人呢 刚开始啥都别了 你只有什么 只有脑袋 只有志气 只有一群伙伴 只有一些idea 会用人 会用钱 懂市场 收了中山大学的业别 和中山大学的措施学位 或是大学的一个文凭 就准备了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以后 就打胜仗 支付 做大事业 这整个过程啊 就像一个打胜的过程 那打什么东西呢 要靠什么东西打呢 那根据白规这位的说法 他说啊 你想要创业 想要做一个领导者 你要有 智 智慧 知识 对吧 知识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懂得全面 什么叫全面 知道什么叫是 什么叫非 要怎么去应变 你们管理课程里头 也叫全面管理 那三种东西 那么 只要应变还不够 还需要一个东西 叫什么 叫勇敢 打上来就有勇敢了 因为 你在玩命 必要是把生命制止除外了 才能够打败对手 商场上后也是一样 要有勇气 勇气的时候呢 就是神经大 好一点 勇气的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不计胜负 就是要做一件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 这是勇敢 勇敢很重要 你敢去做一件 别人不敢做的事 勇敢 所以别人做不到你做 你成了 这个都是人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characteristic 勇 勇的话才能够 make decision 决断 要做决策 很难的一部分是 没有勇气 这往来说 这边有位置 没有勇气 我们为什么不敢下决定 为什么不敢创业 因为人人都在想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这就是勇气 勇气的问题 就是你怕 万一失败的话 什么都没了 对不对 可是有些人就敢 对不对 但是这种勇 不是一种抱负平和的勇 这种勇是经过calculate 经过计算以后 经过谋划以后 所得到的一种勇气 所得到的一种有把握 有的把握 有的胜算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曾国藩说的 我只要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 我就打了 绝对没有说 要到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才去做一件事 所以这里头呢 要有勇敢 要有勇气 有些天生比较勇敢 有些会战先顾后 不是说他不勇敢 他考虑很多 所以需要勇哦 需要治哦 然后需要一个人 人不能以取 取就是give and take 英文上头 give give就是鱼啊 take就是取啊 对不对 取 give and take是什么东西 什么是give and take 你们不都学过吗 你们不都学过吗 give and take give and take是什么意思 收受 收 收受 全部都是 都是take 还有一个东西没有 施与受 施与受 施与受是讲什么学问 施与受在讲什么 事与受是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我们现在 现在人都把它归对叫人际关系 对不对 人际关系说出来就是give and take 就是什么时候该拿 什么时候不应该拿 给人的学问 取人的学问 那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就要跟人和好相处 什么样是达成统筹 然后团结一群人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个统统在取于这个学问里头 懂吗 有些人人缘很好 有些人人缘不好 有些人很不太懂的人际关系 但这个可以取 这种学问叫做取于 叫做give and take 那如果这方面的智慧很够 甚至更高了 不是说他很有手腕 对不对 就是很懂得这个东西 所以人缘很好 人家喜欢他 人家觉得跟他相处 是很好的事 所以愿意跟他合作 愿意一起创业 就有一群人 你不肯靠一个人打打读多吧 对不对 就有一群人 所以这个学问 叫做取于 取于是属于人 你看人是两个人 两人相处 人与人真相处的学问叫人 那这边的学问要有 才能够取于 才能够把一群人 大家拆解在一起 墙不能有所守 如果他的墙不能强到 可以守住江山 守住事业 守住自己的分寸 而不会被别人击败 现在人击败你的方法太多了 有一种是把你并购 有一种把你给压倒 还有一种什么方法 把你诱惑 把你操控 太多守法了 你有很多东西 可是你的东西 怎么守得住呢 这时候很多的忌 连环忌 骨肉忌 还有什么忌 英雄难过 美人官 你能够守得住吗 很多的英雄 都拜在这个地方 墙不能有所守 所以一个想要有事业的人 至少 如果就白贵的说法的话 这四方面都应该要有 如果不懂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充其量就是一个很好的经理 就是一个经理 对不对 经理人员没什么不好 但是很多人想要当将军 很多人想要当创业者 想当老板 你想当老板 要懂得用人 懂得智 勇 人 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在商学院的 管理学院的教育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讲 基本上都不讲 都好像这些东西大家都 你说是不是 商学院教都是教什么东西啊 都教勇啊 还是教墙 还是教人 还教智 商学院都在教什么 你看你们修了那么多学问 都在教智嘛 对不对 知识管理嘛 都教knowledge 可是你光只有knowledge 你怎么当军师啊 你怎么当 当什么 分析师 对不对 提供资料 提供 提供策略 可是要用哪一条策略 谁定案 那个时候就要讲勇气 那如果要执行的时候 那要讲什么 执行要讲什么 要执行一件事 要讲究执行力不是吗 那什么东西 构成的执行力 自更有 自更有 还有没有 什么东西 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执行力 那个人没有执行力 这家公司很有执行力 像台湾 我们搞一个台北市 到桃园机场 这一条节约 全长只有53公里 做了20年 对不对 被骂翻 20年 50公里的一条铁路 盖黄 公里都会 实在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执行力 太烂了 没有执行力 那为什么没有执行力呢 商务局也交这种东西吗 你兄弟还没喝 再交执行力了 在企业管理的实物里头 非常重要的不是策略 知道吧 有人说如果一家公司 它虽然是三流的执行力 可是它是一流的策略 另外一家公司是 它虽然是三流的策略 但是它是一流的执行力 请问一下这两家公司 哪一家公司会赢 哪一家公司会赢 执行力一流的那家公司 虽然我策略在烂 没有关系我会修改啊 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吗 我会调整啊 可是我已经调整 一定定案 我一定可以全力以赴 一定把它完成 一定把它实现 这种公司才有潜伏 这种能力叫做执行力 对不对 我们在学校不交这种东西 老师 那勇敢怎么交 是啊 勇敢 勇敢 事实上我们中山大学 应该教一点勇敢的课 山有水 对不对 你说勇敢怎么交 有些人先生比较勇敢 投棒 那个投手啊 投手 投手很重要的 他要有变化球 控制的能力 他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敢跟对手对决 对不对 两好三坏的时候 怎么办 跟他对决 对决用什么东西 往往都是用直球对决 因为直球才好碰 他当头上你手要都一直去 就跟对手对决 那被打了被打就被打了嘛 对不对 但是没有可能 我就把他给删证了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勇敢 做什么交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交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心心意义 他常常挂练着勇敢 他除了拿到MBA的degree之外 他拿到PhD的degree之外 他还常常以勇敢 以勇气来锻炼自己 锻炼自己的体魄 锻炼自己的破裂 那这个人的勇气 这个人的执行力 就会高了一等 世界上有一些拯救的世界家 其实他们很在意这个东西 很在意勇气 那怎么训练自己的勇气呢 对啊 刚刚桂脸提到 怎么训练勇气 在座各位 有没有同意在训练自己的勇气呢 好像没有 是啊 是啊 这是在训练自己的胆识 胆嘛 胆识 那你不要说 我要是胆割了那种的 那我没胆 现在好多人 吃东西不注意割了胆 不是 这个胆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人也要有胆识 东东谈跳上是一种 那训练自己的胆识有很多方法 对啊 你们有没有同学有在训练自己的胆识 就这么说 人 强 我们整个管理学或整个知识界里头 其实我们都以为啊 有知识就一定有power 我们不是 西方有一句话说knowledge is power 我们认为说 拥有的知识就好像拥有的一切一样 对不对 真是这样的吗 你真的是相信有知识就拥有一切吗 有知识就拥有一切吗 有权力吗 知识不够的 知识从自信人永远 你这五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只是其中的一个 只是有知识 和一样 和这带兵导账那要讲究什么 带兵导账除了懂的知识 还要懂什么 没有勇气啊 还有什么 还有大家信得过你啊 对不对 你叫人家往前走 你自己不会往后溜啊 对不对 这是什么 这是人的 这是信 那这种东西 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啊 偏偏是很有知识 可是你跟他谈牺牲 谈奉献 谈勇献 谈勇敢的时候 不见了 你懂吗 所以不能成识 不能成识 所以这是要训练的 这要拥有很高的这种意识 要提升自己 意识力很重要 执行力啊 相当大的一部分 取决在一个人的一种 品德啦 志气啦 勇气 奉献的精神 改牺牲改奉献 不谈牺牲奉献的一群人的话 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 你知道吗 为自己打算的一群人的话 到时候一定是坐鸟受散 坐鸟受散的一群人的话 没有前途 谈什么公司 谈什么合作 请问这些东西商学院有交吗 管理学院交这种东西吗 所以赞助各位同学 那我们这个MBA或是管理的学位 其实只是懂得管理的知识而已 那兵法呢 它直接的活生生争强 那你放在战场上 你怎么survive 你怎么赢 这种东西呢 这种东西呢 不是只有知识而已 所以孙子兵法 讲的是类似这种东西 所以有人就说啊 孙子兵法啊 它是赢的艺术 怎么去赢 这种日本人啊 他这方面其实当然识过了 像松下星之著啊 有没有听过啊 松下电器的创办者 那么他 他是谁能够白手起家 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受益于孙子兵法 他运用责人认识 这在第五篇 识篇那篇里头 连续名言 责人认识 重点是那个识 然后选择人才 就适应这个形式 应用这样的思想呢 任用人才驾驭市场 然后他跟运动说 中国古代的先者 孙子 是天下第一神灵 你看他对孙子如此的默拜 他说啊 法国公司职员 必须顶礼默拜 对其兵法的认真背诵 灵活运用 公司才能兴旺发达 很多日本的早期的商人 二次大战之前的很多的生意人 他们每天啊 都是读数字兵法 还有练阿弥陀佛 他们的宗教信仰上都是佛教 但是他们懂得兵法 我们台湾也不少商人 很喜欢读数字兵法 像那个施政隆 很喜欢读数字兵法 还有那个 阿苏史的那个叫施聪行 施聪行 施政隆 还有好多的 他们按照上的一本书 顺势兵法 他们按照上的一本书 有人说美国最好的商学院 不是Harvard或Stanford 而是West Point 因为从二次大战以来 West Point呢 培养出来很多的公司的President 总裁 高达一千多个 Vice President也两千多个 CEO有五千多个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同学因为探考了一下 而在中国前五百强的企业当中 到2004年 具有军人背景的总裁 副总裁 至少两百 世界上很多专业家企业家 其实也都是军人出身 像麦当劳 肯德基 像麦当劳那个相片 麦当劳 这个爷爷吗 那是创办者以前 那个肖像 那是一个 一个 一个科奋 一个上校 对吧 应该知道 沃马 沃马创办者 那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军人出来 这些头上有很多 还有其他的还没提到 好那为什么呢 同学又没说 说说看 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军校里头 就培养了刚刚那个 白龟所讲的那个 智 勇 有 人 还有 墙 所以军校里头 非常多东西 反而更直接的 贴切到 商场上 那文学校里头的人 毕业里头 有些人懂不懂 他会自己去训练 所以如果太强调的 知识管理上楼 只学知识 那以为你知识饱了 你就会创业 你就有什么东西 其实那是误解的 人生没有那么狭小 人生非常大的 所以你想要 事业成就 你要学一学军人的东西 所以练完中生要赶快去投考军校 开个玩笑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训练自己 你要懂这个东西 小博士大国非常 非常不是很崇拜 好吗 小博士文学校的东西 他进去学的半学 出来 进去训练自己 对 好多人其实也是这样 那大家都耳手上枪 其实兵法智慧在这方面 变得是有相同 相同是公 美国的亚马逊的网站上 我说 如果人的一生只能读一本书的话 那就应该是 你会觉得可能太夸大了 但是我希望你 读了孙子兵法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你再想这句话 说不定你就会同意了 你会越来越同意 你年轻的时候 读书子兵法 你懂百分之三十 两年以后再读 哎呀 好 更懂一些 到了年纪三十四十的时候 你读到的时候 你的 你的懂的程度越来越多了 你发觉 这句话越来越有道理了 意大利的哲学家这样说 他说 无论任何政治家或军事家的评论如何 孙子的思想最主要的是 要让人们认识一种古老的艺术的秘密 那就是祸生的艺术 那也非常高的评价 这个更加疯狂了 1983年 美国亚洲问题专家 James Clarkwell 在出版的孙子兵法 意义本的前言当中 他写序的时候 他这样说 他说我很真诚的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 当然我希望能把这本书 列为自由世界当中所有官兵 一切从事政治活动的人 以及政府和大学里所有的人的必读之作 我如果是最高统帅 或被选为总理 总统或当上总理 我要进一步 我要以法律的形式 确定下来 所有的军官 特别是所有的将官 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兵法 13篇的考试 一次口试一次比试 及格分数是90分 考试不及格的将官 立即自动罢免 不准上诉 其他军学的军衔的军官的自动降级 是吧 他非常的推崇 非常passionate 非常热情 可见他这里头的智慧 对这些人很有启发 那么英国的战略家 哈特 他也这样称谓孙子 他说在西方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可以跟孙子来相比 但是孙子更聪明更深刻 比战争论更早了2000多年 孙子兵法是2500年 西元前2500年 西元前500年 距今2500年 跟孔子同年代 所以孙子 你去查一下那个年谱 历史就知道 他们是同样做事 孙秋那个时候 末期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我写错的孙子兵法 跟一次大战 那个时候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那比他早了2000多年 按理解一个更落后 更落伍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去看他的内容 你会发现西方的哈特 他这样说 他说孙子的思想 比战争论的思想更年轻 不像战争论如此强调 暴力无限 而显得很有截止 那如果早如孙子兵法的话 两次大世界大战就不那么惨 孙子兵法在兵法类的作品当中 出现最早 但是红祸而深远 气乎超越者 克劳塞维茨和他相比 显得过时 而有点古老成就 孙子则更有清晰的眼光 和更深刻的见解 很随之久远的魅力 拉布伦曾经这样说 他说 如果我早二十年读到孙子兵法 我就不会失败了 他在监狱当中读了 你知道吗 他发表我失败了 他说孙子兵法被西方朝教是 就是议程和法文本 他才读到 西点军校也早已经把孙子兵法列为地球科了 还有我所了解的 你们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好多美国的英雄大学 都把孙子兵法列为商学院里头的课程 所以他成书之前已经两千五百年了 孙子兵法 议程为日文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武则天那时候开始 一直到今天很多的翻译的成书 像法文本 英文本 1963年的这个 这个版本是最有权威的英文本 二十世纪以来 法文英文的译本之后 各种语言都都出来了 而世界各国的军事学院 知名商学院 企业家 军事家 政治家 都是列为必读之物 所以 他已经成为是世界上的 一个必读的同学 那么既然如此 我请教一下 我们再说各位同学 有多少人已经读过孙子变化了 和读过的句子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就三个而已 四个 这样知道了吧 我每年都开一次学子兵法 不揣浅漏的 至少要把这个思想介绍给我们同学 给我们台湾的学子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能够思想更加深刻 能够有比较深水的一种见解 知道怎么赢 赢不是只有靠拳头而已 大家都知道 赢不是只有你有钱就一定会赢 你想赢一个道理 赢一件事 赢的艺术 在孙子变化里头 在孙子变化里头 非常多的器 所以我们同学啊 聪明 有学问 有知识 还必须要懂 做这个东西 才知道什么精神 其实以前呢 你看 北宋神宗也列 孙子变化为武学帝国之初 南宋列为选将的帝国 从战国以来 大家都 陆陆去 非常推崇孙子 明朝的这个 毛元以下这样说 前孙子者 孙子不宜 后孙子者 不宜孙子 孙子呢 他跟孔子同时代 你读过孙子的这个简历 你可以知道 他是透过武子去 建造武王合余 受命大将军 那么采取 吴国那时候 这个比较弱的国家 那时候最大的国家 是楚国 他采取老楚 批楚的策略 削掉楚国的实力 借用旁边的唐国和蔡国 这种小国 迂回楚侧 公其无备出其不义 以少胜多 以快打慢 而破强楚 所以没有了一个孙子的话 那楚国就绝对不会这样 这么惨 可是后来 何吕亡了以后 那他的儿子夫差 也想要称霸宗元 那时候孙子 就没有再帮助他的儿子 所以他都不知去向 那么他姓孙 他的祖先 其实本来是 是这个 陈伯的公子 后来逃到齐国 齐国在山东 幻名叫田丸 他的武士孙田书 成为君士领秀 因为有光于齐国 齐国呢 把封他 并视他 孙氏 西元前五百三十五年 他的孙子叫孙长青 出生 就是孙 孙武跟士兵有什么关系 是 您比较了解孙并 孙并跟旁娟的故事很 很经典 孙武 是孙并的曾曾祖父 孙并是初五之后再传下来 你看 孙并跟旁娟那是什么 那是战国时候 那是跟 那是商鞅变法秦国 那个时候 西元前三百多年的时候 西元前三百多年的时候 三百三十几年 那初五刚刚所讲 他是跟孔子同年 那是西元前五百多年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军事的家族 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孙子的 这样的一个来历 孙子在全球上的一个战域 以及他在人类的文明上 所享有的一些地位 希望给我们同学一些帮助 能够引起大家对这门课的一个重视 或是这个课程的一个喜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是 可不可以聊一下 你为什么会爱上这本书 你会去专研这本书 一定有你的理由 因为 看孙子兵法 他可以给我感觉到说 这是一个可以让一个人 可以从没有 变成有 从 没有钱 一般的年纪人一样 没有什么钱 除非你是豹猫 你是含金汤匙出生的 你是企业家第二代 你是瓜二代 你是什么二代 富二代 什么二代 你什么都没有 你只有一个文凭 你希望能够在世界上 能够有一些作为的时候 你会想要看一些 能够对你有启发的东西 看来看去 我发觉 这个东西 它可以不止 让你感觉到 你只能去参与一种竞争 可以比较竞争力 另外很重要的地方 它让你发觉 你在任何的东西上面 任何事情上 你都可以拥有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观点 你知道怎么去赢 你知道吗 但是并不是说 倒也不是说 你看着孙子兵 你就天下无敌了 也不是这样 因为人的胜败 除了这些智慧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 就是人要一个运势 人是有命 有些人 那不太愿意接受的很完美 但是人很多的事 是不太能够强求 但是在人可以做的范围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开发我们自己的制度 孙子兵法可以开发我们做的制度 你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叫 冰不见诈 是不是 孙子兵法也什么 冰以诈力 你们很喜欢看 还有一个 大家更是拿朗上火的东西 叫做 啊 这个 叫做 你时间想不想 叫做 叫做 叫做什么 就是知己知彼 对 知己知彼是不是你刚刚谈的 知己知彼谁做到啊 谁做到自己知彼的 我就问你嘛 你去应征的时候 你会做到知己知彼 没有 你面谈的时候 你想要赢得这个工作 你应该做一件事叫知己知彼 知道吗 你想要赢得这个面试 赢取这个工作机会 你要下手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知己知彼 知道吗 知己知彼 所以知己知彼 这四个真是简单 但是谁真的去 愿意去好好努力做 谁就比较有胜算 所以狮子彼法 它可以说是一个广泛 使用在一切处的 一种赢的艺术 那如果你喜欢它 你深入去体会它 你慢慢的 看我们这份课 看看能不能对你有帮助多少 尽量地去吸收它 那年纪 随着你的工作经历越多 你到了三十岁 四十岁 其实你暗头可以经常看着它 你可以不断地重复 去读它里头的一些经典的名句 都可以得到不一样的一种智慧 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 如果你今天读了孙子彼法以后 你回去把一些经典的名句 背起来在心里头 很多时候你会很自自然的 会看着它 睡觉之前你看着它 也会比较容易睡得着 特别是刚刚开始学的人 如果读孙子彼法 读不太懂 想要把它弄懂 一弄懂的话 你自然醒过来的时候 你天已经亮了 知道吧 这是开玩笑 但是孙子彼法 它有这样的美力 我请问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你们为什么修孙子彼法 人道我问你 为什么修孙子彼法 还有没有 为什么想修孙子彼法 我问台湾 对于孙子彼法去涉猎的人 虽然有 但是我觉得不够多 你知道大陆 他们每两年开一次孙子彼法国际研讨会 全世界各社人种 各个国家里头 反而是对孙子彼法研究的 两年聚一次会在北京 有孙子彼法国际 世界上很多人很喜欢孙子彼法 还没有通 所以有什么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的机会 同学 同学右手边是 NBA的学生 ENBA的学生 ENBA的学生 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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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彼法是个高级的管理学 是高级的 孙子彼法很非常想到心理学 他是从心理教的 秦者要秦王 秦王要秦其心 要得了解他的心思 你推测这个人 这个时候他也在想什么 这是可以推测去反摩的 知道吗 比较高级的战争 比较高级的竞争艺术 其实都是从对 这得很难想象2500年以前 就有人很懂得这样的道理 还有什么想法呢 这几位是 你们这几位是 资管 资管啊 看就知道都是资管 资管 因为有一种资管 资管价值 资管的气质 资管 大学路上的举手 我看 契管所的举手 契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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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别的举手 这是 什么举手 亚太手 人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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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管所没有这么看 什么 没有这么看 好 多欢迎 我们这个 只要教室可以做得太好 我们都欢迎 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就开始来讲 我们这个课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买一本书 绝版 有吗 有吗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周亨祥他的意图 没了 没了是吧 没了话 绝版 没了话你可以买别的本 你出自冰法的书很多 但是 请务必一定要给我劝 一定要买一本原文的 他只要能够给你注释 某一些大意子 你不太懂 而且大意 让你了解 这样就OK了 因为我们都是学中文的 我们可以自己去揣摩自己了解他 只要你了解某一个智慧 我们以前没有学过 而比如说你这边说所其情 什么叫做所其情 什么叫做所其情 只要你手上的书 解释了什么叫做所其情 你就了解了 剩下的道理 你就去领略了 很多人呢 现在很多人用画图的方式 去了解孙子变法 日本人很喜欢来这一套 图解经济学 图解竞争策略 图解世界能源 什么 用那些东西 那当然也可以帮助你 不是说它不好 但是我比较希望各位同学 想学书的并画 希望能有一本入门书 那本入门书就是它的原文 然后你剩下的时间就是靠你自己的领略 进入这个世界 所以你可以买任何一本 那它一辈子跟着你了 是不是 那你看着它 你每天读它们一段 你把基本的这个注释 把它弄清楚了 剩下的事情 就你自己去领略了 所以老师在这边呢 是带你各位进来 那希望呢 如果那年以后 它能够成为你一个竞争的力气 能够帮助你 增加你的竞争力 提升你的管理的材质 提升你的竞争的质质 它本来就是这种学问 它本来就是这种学问 好 我们开始了 孙子说 兵者是国之大事 死生之力 存亡之道 不可不差也 它说兵这件事 什么是兵 可以解释很多种 兵法 打仗 用人 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那种 生死存亡的 国家的死亡 存亡 所有这些东西 通过都是兵 都是兵法 都是兵这件事情 所以呢 它牵涉到国与国 国家的死亡和存亡 是绝对不能够不察觉 绝对不能够不研究它 你知道吗 像台湾 国家 小小的2300人口 就人口来讲的话 世界上不再小 像你说很强大的像河南 河南也不过多少人 1700 1600 新加坡 新加坡多少人 600 700万 以色列多少人 700万 知道吗 世界上好多国家人口数 根本不及2000万 所以就人口数而言 台湾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当中 是在中等的 不算小的 所以我们说一个国家来讲的话 这个国家能不能够继续突破下去 不被人家做掉 对不对 能够survive 能够越来越强 不过去 探索台湾死生存亡的道理 台湾的病房 公司有没有病房 有 公司的死生存亡 公司的病房 各人也没有病房 各人的死生存亡 太严重吗 找不到工作就没得饭吃了 就护不下去了 我告诉你 只能回家 啃爸爸妈妈 就当啃老族了 这很多东西不当啃老族吗 你要不要找个工作 爸妈还不强壮 可以让你啃个20年 20年以后 你啃挂了以后 没地方啃啊 你怎么办 死生存亡 任何一个organization 公司 国家 一个非常finamental的问题 非常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存活 知道吗 同学们 可能现在还有很多人 不会体会到 存活那么重要吗 你只要试着 哪一个月你的存款 你爸妈每个月寄钱给你 刚开始一个月租 哇 一万一万五 然后 随着日子 越来 一天过了一天 一万变五千 五千变三千 变两千 变一千的时候 想想看 那时候你立刻就感觉 这不奇怪 怎么爸妈还可以寄钱回来呢 就开始体会到 省又的死 是要木乃之道 有被图了过 那你打到找爸妈 奇怪 爸妈怎么不见了呢 怎么都没回话呢 爸妈到底怎么了 立刻 我们现在的心里头 就想到了 死生存活 有很多的人 成长过程当中 爸爸经商 后来生意失败 家到中国 就儿女呢 两三个人 怎么办 没有钱可以多说 所以老大练书练到高中 就是到你工作去 帮妈妈 照养弟弟 照养妹 没有 家到你工作下来后 整个生活都感官 整个生命就变得好 好多这样的固执 对不对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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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死伤 除王 知道吗 世界是很无奇的 对啊 公司更是如此啊 你烧一个策略错误 对吧 烧烧一个市场上头的一个步骤 走错了 你把它亏损巨大 公司立刻就发不出些水出来 知道吗 死生除王的面图 立刻涌现 成平的时候 大家永远不会想到死生除王 那就像台湾现在的情况 你觉得台湾现在怎么样 台湾年轻人好像很关心死生除王 可是台湾年轻人 愈会好好静下邪台去探索一下 国家强盛之道 怎样让国家强盛 公司如何壮大 如果有钱 有竞争力 这样这种问题 我非常感到兴趣 富国强兵之道 任何国家都一定要经历 以色列那么小小的国家 七百多万人 可是在周边的很多阿拉伯罗世界里头 它能够幸福到今天 除了美国 以及美国的犹太人 在背后当支撑之外 里头一个非常关键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民主 犹太人这个民主 流亡世界已经多久了 两千多年了 对不对 两千多年的风霜雨雪 已经教会了这个民主 多年来遭受人家唾弃 遭受人家毁灭 遭受人家欺误的这样一个 两千多年的历史 让你知道了 今天好像有这一块小小的土地 我要怎样让我国家都会终活 让我国会灭族灭众 所以我一定要终活下来 我一定要让我的子孙 子子孙孙不断绵延不绝 所以我一定要让我的家属 让我的国家能够强大 能够继续永远终活下来 这背后有非常大的道理 要不然你就变了人家的一部分 就这么简单而已 现在世界 吞并一个国家 吞并一个公司 都不需要靠拳头 知道吗 靠经济 靠钱 把你公司并过了 你就没了 那你为什么轮到被人并过去呢 你为什么走到那一步呢 不要让自己走到被人并过 on the market那样的地步 可是为什么天天一个好的格局 就被你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玩 玩到最后被人并过的地步 有没有想过这种道理 通通是被人并过了 那个时候快被人并过了 那个时候才想到死生出活 为什么你好好不经营 你不好好谋求一个强盛的道 而日渐削弱 到头来 终于被人家 快过去了 所以看到我们台湾啊 越来越弱 你们同意吗 同意吗 就很大的感慨 为什么越来越弱啊 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 我祸 我要是祸了吧 人民啊 首当其仇的 我祸 以前那个邱锦啊 那是吧那个清 新末明初的 邱锦正的 剑弧挺强的 他有一句诗 他说 国破方之 人民见 国家没了 破了 才知道原来百姓的生命是如此的贱如楼 所以啊 国破方之 人民见 哪一天我们台湾如果也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就很感慨 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国家 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世界经济奇迹的国家 逐步到这边 一条53公里的铁路 二十年开不出来 这种等级啊 就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 你知道埃及啊 埃及这个地方啊 你买一块土地 你想再百货国公司 土地所有权 转移到你的手上 要花多久时间你知道吗 十一年半 你把钱投到埃及去 以后我要买这块土地 成交了 OK 可是产业还没有到你手上 产权转移到你手上 十一年半 Hairage 埃及怎么变这样 像这种国家由强变弱 国家由弱转强的 这种学问这种道理 如果对你想知道的话 这就是我想要研究这种东西的 最根本的问题 因为国破 国破 国破 复朝之下无完的 就是国破 出汪此寒 这个除了 完了 牙齿就感到寒冷 是吧 这个没有牙齿的 没有头学没有牙齿过 牙齿掉了 掉了以后装甲牙 在装甲牙的过程当中 就吸口气 就感到 好冷 这个才能知道 什么叫做存亡 使寒 听过没有 事情 要是没有经历过的话 永远不能解决他这个道理 副朝之下无完软 你这个朝啊 那个朝穴 有一天垮了以后 你他的软 每一个都被压坏了 所以国要是破了 整个国家弱了 老百姓就惨了 人财外流了 资金外流了 年轻人到国外 就找好的工作 跑到新加坡去 对不对 哪一天树林 很多的女 什么女工啊 就输出 从女工输入国 变女工输出国去了 是不是啊 有可能走到那一步啊 是有可能的 国家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谈到国是大事 死生是地 从王知道不可不察也 就让人家很感慨 好 所以 以前孙中生起来责命 就是因为看到 四亿的中国人头啊 中国人民啊 中华民族啊 走到已经被列强 清顿 准备把你瓜分的那个地步 他不像现在很多年间 走上社会 去选立委 去选什么那种东西 他好好去研究 怎么样那些国家强盛 他提出三民主义 建国大略 建国大当 提那些东西 然后 一个书生 出来组 革命的力量 把清晨把它推翻掉 年轻人 如果想要把台湾做办 你要走实际的道路 也就是说 我要做一些事 真的让台湾能够富强 让台湾能够强大 那就要水队方向 水队方向的钱 必须要先读书 先把道理搞清楚 做什么事 才是真的对这个国家有好处的 我脑筋想清楚了 很多人认为是从事政治工作 去当个立委 去组个政法 就一定使国家强大 是吗 是这样的吗 不一定 我们只要当一个贾博士 就好了 你要不要让自己当一个贾博士 你只要当贾博士 你开创一个像 Apple那样大的公司 然后突然间 台湾的外费 就节节上升 台湾的出口 基数增加 又成立一个新的品牌公司 叫HTC HTC在几年前 那个时候 成立世界跟Apple 可以互相竞争的那个时候 是台湾的 很感荣耀的一个品牌 所以现在HTC 现在慢慢 慢慢落下 所以 如果你能够创立一个品牌 去开创一个什么新的产品 去做一个什么样的 了不起的创造 这都会使国家强大 所以这种造理 不可不吵 那这种造理 所以从哪边来看呢 他说从古的东西来看 经常从古的角度来看 金字以武 经常好好的去 去谋划 去规划 叫之以计 计就是我刚刚讲过来 计划 计算 prepare 准备 金字以武 叫之以计 所其景 深入去探索 真正的形状 真正的情形 齐波林的看见台湾 那部基督片还没错了这些 有谁知道台湾这么美 是不是啊 或者是这么不美 我不知道您的结论是什么 没有看过之前 不知道台湾的情状是如何 看以后才突然了解 哇 因为台湾是这个样子 知道吗 那你也不知道台湾今天真实的情形这种 所以如果真的要好好去 大一个国家的话 你要好好 从五个角度上头 去叫之以计 好好去计划 好好去准备 好好去思考 而了解真正的情形 哪五个角度呢 一个是道 一个是天 一个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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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是什么东西 道者呢 令你与上同义者也 这个道啊 我们中文以后的道呢 道路 也是道 物道 开悟 那个道 那是 那是 那个无形无状的那个道 修行 真理 这边的道呢 是指 你必须要能够让 你做一个国君 做一个将军 要能够让你的部署 百姓 跟上面 上面是谁 上面是国君 君主 或者是将军 上下呢 能够一条心 上下能够有共同的想法 这个叫做道 有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让上下一条心的 那个东西 就是他所谓的道 所以道者是 令民与上同义者 者就是这个东西 也 第一个东西 有没有办法找出 今天台湾上下 从总统 从各级官员 到各方朝野 各种政党 上下一条心的 那个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台湾的道 公司也应该有这个道啊 公司的道 经常我们在管理学员说 那是什么东西 叫愿景 公司要不要愿景 愿景不能随便讲啊 愿景是要做什么用的啦 愿景是要做什么用的 愿景既然是道的话 愿景的作用是什么来着啊 愿景是要让上下同义者的作用的 那个东西叫做愿景 所以你要提一个愿景 这个愿景一搞出来 大家的同义 这就是我们整个东西应该说的道理 这就是道理 台湾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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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个道 你知道道有多重要吗 工资要有道 国家要有道 个人要不要道 家庭要不要道 对不对 有一些创业家死了以后 他留下了很大的资产 就三个孩子 四个孩子 五房 三房四房 就大家炒成一团 就失去了那个道 那个道 上下同义的那道不见 就大家炒成一团 工资就弱了 家族就弱了 力量就变弱了 所以 看一件事情 看死生存亡 第一件事情看什么 第一件事看什么 第一件事看什么 看到 所以到一家公司 去参观 看的是那门面 可是如果你深入了解一家公司 你要了解这家公司的道是什么 这家公司的道强不强 知道我所讲的道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 这个 了解这个道理 就不会再只是看人家的财报 不会再只是看人家的门面 第一件事看人家的道 那个道是能够号召上下 把同一方向 大家的心 跟力量能够齐一的那个东西 你有什么东西啊 或者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想都不一样啊 知道吗 一群人在一起 你如何让大家能够齐一 齐有过一 把大家的游戏整齐合一 就像一条心一样 那这一群人就很好做了 这些郭某的心思想到一起去 大概不会四分五年 这样公司好做事 知道吗 这是最根本重要的事 所以孙子把这些事当做第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道 畅谋 二边 感谢观看